各位,我们都略知神的话语,甚至有些人也将圣经读过了一遍。 但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所想的是合身的心意呢? 或者我们每天都需要做很多的判断与抉择, 我们又怎么对自己的判断有把握呢? 大多数的人只相信自己的感觉来走,来判断, 但是他们没有发现自己的感觉是受到自己的心思意念支配的。 倘若我们的心思意念不再受神的话引导, 我们就是被仇敌的谎言或世界引导了。 今天,我们要如何确认自己的心思意念是否合身的心意呢? 我们先要明白,我们最大的征战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发生的。 当仇敌掌控了我们的心思意念, 我们的情感一直都会受它左右了。 就如同,有时情况叫我们暂时感到很消极, 但若我们让消极的意念继续发展下去, 那种消极感很快就会影响我们的情感, 然后会影响我们做出不对的判断和行为了。 那为什么心思意念会这么的脆弱呢? 因为心思意念没有被兼顾在基督里面了。 一个不被兼顾的心思意念会叫我们很容易被世界的资讯、 人的话、暂时的情况左右摆布。 撒旦是知道什么时候掳掠我们的心思意念的。 所以,一个属灵的信徒绝不能忽略自己的心思意念。 那明白了自己的心思意念所发生的增长, 我们现在要恢复一个美丽的心思意念了。 让我们一起来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八到九节的经历, 他在艰难的处境里面有怎么样的心思意念呢? 这里第八节说,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, 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, 招逼迫却不被丢弃, 打倒了却不致死亡。 各位这里描述了保罗美丽的心思意念了。 保罗的心思意念, 他的背后是被圣灵改变的。 很多人看保罗为一种意志力很强的人, 或者只是他很有坚强的信心, 但其实保罗的心思意念的背后是被圣灵改变的。 这改变是通过他一直建立在神的真理上, 才实际上给了他一个永不放弃的精神。 换句话说, 这是圣灵所维持的心思意念了。 所以我们看到, 即使在情感上, 保罗他感到灰心、绝望、想放弃, 甚至快要死, 但他那种心思意念是充满着上帝的真理, 而将会无限地被圣灵坚强。 所以通过每一次的试炼, 保罗被圣灵维持, 并且变得更坚固。 这表明了基督是何等真实和有能力的。 然后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第十节说,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, 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 保罗身上是带着受逼迫, 被拒绝, 有时感到气馁的事, 但这使耶稣的身, 也就是通过圣灵的能力, 继续使我们被兼顾起来。 就像我们遇到工作的不顺, 家人的不理解, 心灵或情感上的软弱, 遇到叫我们灰心、 失败、惧怕的事情等等, 这些事都会使我们感觉想要放弃或逃避,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, 出现另一种的催避, 叫我们还是要继续走下去, 继续要需要面对, 才能够被维持住。 这就是受圣灵的维持, 坚固的经历了。 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, 是要在基督里被改变和坚强的, 不是需要很强的意志力, 乃是在基督里, 有一个美丽的心思意念了。 但是我们要问, 如何得到基督的心思意念呢? 换言之, 我们的心思意念如何被坚固, 就像保罗一样呢? 在此, 有五样东西让我们一起来确认。 第一, 我们的心思意念要被坚固, 就是先从神绝对的真理, 从这里我们就学习总原则, 比如说怎么用钱, 人际关系要怎么样, 怎么对待夫妇彼此的关系, 怎么有蒙恩的生活方式等等。 我们一切的知识, 若缺少了神绝对不变的原则, 也就不晓得神的大能在我们任何的情况里, 而就只有在人相对与可变的层面中都圈子了, 结果就是变得更人为, 更没有安全感。 因此, 若我们将圣经的总原则掌握清楚, 这是一切知识与智慧的开端了。 那另外, 我们要怎么兼顾呢? 就是学习怎么从正确的角度来看事情。 我们人都有不同的角度看一件事, 但我们不能只是学习道理, 却没有正确的角度, 那我们最终就会用错误的言语了, 比如说我们看工作的问题角度都不一样, 但需要通过对方的理解, 才能给予正确的方法。 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的意念和道路, 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高过一切了。 那第三个能兼顾我们就是坚信。 没有坚信就什么都做不了了。 没有坚信, 我们总是会有后悔的心, 我们会说早知道, 或者会说这么累, 这么不方便, 还是放弃算了。 但这个坚信从哪里来呢? 就是从神的话语中, 总是求圣明的益处了。 那第四个坚固就是在做出决定时, 不要逃避。 有些人不喜欢做决定, 怕做错, 或觉得太麻烦。 其实在我们的任何岗位上, 我们要学习做决定。 如果我们不做关键的决定, 即使有时候会做错, 我们是不会成长的。 大家想想, 如果没有做出关键的决定而逃避, 我们是不会生出迫切的祷告, 认真地依靠上帝的, 甚至不会去思考许多步骤来决定。 所以一个不做决定的人, 绝对没有办法得坚固的。 所以在真言书三章五到六节说,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, 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,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, 都要认定他, 他必指引你的路了。 那最后坚固我们的心思念, 就是要实践主的话。 信徒不能够应用神的话, 是无益的。 如果你是真信上帝是掌权的, 那么你要怎么实践出来呢? 如果你真的让神来处理你软弱的心灵, 你要怎么样地实践出来呢? 当然要实践并非容易的事, 一定会有难处,会有挣扎。 但是你要知道, 神已将圣灵赐给我们, 就是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只有满足于做基督徒的责任, 那要满足于实践主的话, 因那就是神话语的智慧与祝福领到我们的时刻了。 那虽然问题与要求会一直的增多, 我们要有坚固的心思意念, 就是继续学习怎么实践出来, 怎么活出来, 怎么把福音带给人, 那时坚固的心思意念在基督里就会被建立起来了。 所以各位, 倘若一个情报叫我们担心, 或是一个人的话叫我们纠结, 或是一个难处叫我们无助, 我们一定要靠主的真理, 进到我们的心思意念的征战, 从中领悟出主的旨意, 圣灵就必将我们的心思意念被改变和建造, 之后我们必晓得最终怎么降服于基督了。 让我们得着一个被坚固的心思意念, 成为像保罗一样有美丽的思想。